你會覺得天花板看起來好像比較矮了 總覺得有一點不協調的地方 這個原因很簡單 就是 businesses x 才會覺得比較踏實沉穩 布卡老師,現在來設計OpenBook 你有沒有遇到一樣情況 設計師、現場工班 或是朋友都告訴你不一樣的意見與答案呢? 像是,明明這個天花板上面沒有管線和機器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做這個天花板? 讓天花高度可以拉高一點 其實事情沒有對錯 主要是看設計出發的角度 跟有沒有全盤考量 今天我們就來分享五個 從設計師的角度出發 提醒你 可以做 但以後可能會後悔的五件事情喔 第一 燈光不只是把空間打亮而已 更要考慮到視覺心理的感受 很多設計師在做天花板設計的時候 層板燈間接照明是非常常用的手法 利用反射 讓天花板上面把它打亮 避免炫光的產生 可是我們也常聽到客戶會反應說 可是我擔心上面會有灰塵 很難清怎麼辦 可不可以都不要著滿燈 我全部用砍燈或是軌道燈來打 讓這個客廳空間把它做起來 其實你真的要做也是可以 可是你做了一段時間 也許會產生一些讓你後悔的狀況 例如 你會覺得天花板看起來好像比較矮了 然後比較暗一點 總覺得有點不協調的地方 這個原因其實很簡單 就是前面提到視覺心理的感受 因為我們人是會很習慣 上方像天空一樣應該是明亮的 地板相對來說是暗一點 才會覺得比較踏實沉穩 如果你今天把它反過來 讓天花板是暗的 地上是比較亮的 你就會覺得 感覺起來有點不太協調 這就是常常住進去以後 可能會有點小小後悔的地方 那講到層板燈 其實清潔也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困難 你拿吸塵器去上面把它吸一吸 其實大部分的灰塵 一下就把它清潔乾淨了 第二 我們都希望樓高高一點 看起來更開闊一點 那設計師 你為什麼還要幫我做這麼多天花板呢 這個地方上面如果沒有機器 沒有管線 那可不可以都幫我把它刪掉 不要做 為什麼有些地方你不應該把它省略掉 我們進到室內 天花板是我們視覺看到最大的面積 而且我們人都是喜歡看起來 整整齊齊乾淨俐落 所以天花板扮演著空間天地壁界定的重要角色 我們將客廳餐廳分得清清楚楚 用天花板來設計對齊 而且有時候天花板上面有一隻大梁 在正中間 我們就需要使用到化整圍林的設計手法 讓它把虛化一下 看起來不要這麼明顯 那床頭的壓樑其實也是一樣的道理 如果我們都不做 哇 那完工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我的空間視覺焦點 怎麼是那一隻超級無敵突兀的大梁 第三 維修孔 設計師 我覺得客廳上面這邊做維修孔不好看 我可不可以不要做維修孔啊 有工班跟我說 那個維修孔越大越好 最好是整台機器可以拔下來 以後才好修 這到底正不正確 其實維修孔啊 不開跟開錯位置 開太大開太小 你可能都會後悔 維修孔是我們室內管線跟設備 很重要的維護管道 如果你沒有開維修孔 那以後機器壞掉了 你就只能夠拆天花板 我相信你一定不會想這樣 那維修孔是越多越好 越大越好嗎 也不是這樣喔 其實你應該透過管線和設備的良好配置 將它放置到正確的位置 配合天花板設計 你可以將維修孔隱藏起來 讓整體又兼具美觀跟實用喔 第四 以為工藝風就比較便宜 工藝風是一種比較粗獷 不加雕琢隨性的風格 也是很多人喜愛的 但是你覺得它比較沒有雕琢 就特別便宜呢 並不會喔 像天花板 我們有做天花板的時候 上面很多的線路都可以修飾起來 但沒有做 全部銘管 我們就必須將每一支線路 都用硬管去做套接 還有連線盒 開關盒等等 這些可是費時費工 一點都不便宜 那如果我不要這樣做可以嗎 你可能會後悔喔 因為你就會看到你家 天花板上面掛著到處散落 零星的線路 還有很多東西都哩哩啦啦的 這樣子應該算是未完成的工地風 而不是工業風吧 第五 把想要的東西全部都塞進去 變成大雜燴 過度裝修 很多人第一次裝修 就覺得什麼都好新奇 看起來都覺得好棒 這個建材 這個設備 看到樣樣都好想要 全部都搬回到家裡面來 變成客廳是一個風格 臥房是一個風格 結果餐廳又是另一個風格 變成綜合的主題房 這樣子好不好看 我覺得是見仁見智 但是就比較沒有整體感 因為每個材料 它可能都一開始都是健康的建材 但是你買太多了 放在一個小小的空間裡面 每個材料釋放一點甲醛 結果原本是合格的 最後加起來 怎麼超標了 因為這樣子的疊加累加 讓你健康的建材 結果做出不健康的空間 這樣不是很可惜嗎 而且當你住進來以後 遇到了維修保養的時候 第二個問題就出來了 這就考驗你的儲藏室夠不夠大 因為你用了太多種不同的材料 跟設備 所以你的備品 維修用品 就要準備的很多 這樣子準備起來 感覺起來就還蠻累的 以上就是我們常真心提醒客戶踩煞車 多想一下 避免以後後悔的五件事喔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布克老師下次見 掰 上面的餐廳也不錯 我覺得那個有一個buffet也不錯 好像是一千 一千八還是兩千 忘記了 但是 但是我覺得也還不錯 然後那個view也不錯 你可以看夜景